清明节期间 浙江省蓝溪市水亭奢族乡 家家户户的造房又开始热闹起来 大家揉面做馅 空气中尽是清明果的诱人香味 清明正是爱叶生长的大号蛇节 一大早 蓝溪市水亭奢族乡的五彩虹和妹妹 跨着竹篮冒着细雨 采摘夜天中最新鲜的爱叶 为接下来这道传统美食 清明果做好准备 我们都到田野去摘 然后家里也会种一些 每一年到清明节的时候 大家都要做清明果 新鲜的爱草洗净 焯水倒成汁 再与米粉搅拌 揉成软度合适的清面团 一股柔和的爱草与米粉的清香 瞬间弥漫开来 吴彩虹告诉记者 清明果制作并不难 将事先做好的清面团 捏成一个小碗状 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馅料 揉成小团 再把团子放入果印 用手掌轻轻按压 一个个图案不同的清明果 便制作完成了 清明果我们这边也叫做赤脚果 是一个带着身边比较方便 现在不是又要春天了 开始农忙了 农民可以带点身边冲冲鸡 清明果制作完成还得上锅蒸 传统的柴火灶 大火蒸上十几分钟后打开蒸笼 一个个清明果 玲珑剔透软糯清香 趁热吃才能品尝到清明果的精髓 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咸的馅有笋 萝卜丝 豆干 这些东西配合 糖皮的有猪油 还有盐 组合起来 虽然现在清明果的内馅 花样越来越多 但奢香人所熟知的清明果 还是传统的糖皮猪油馅 青皮白糖芝麻馅 白皮生菜笋肉馅 每一种口味都是奢香人 清明世界的舌尖记忆 适击 贡猪油 盐 财猪油